大家好,我是西瓜 今天说的是 柯南原版305-306级 海外承风版331-332级的慢改案件 看不见的显犯 这个案子十分丰富 不仅有沉水的小五郎的推理 还有清醒的小五郎的推理 是罕见的毛利跟柯南是均立地 甚至更胜一筹的案子 这天,毛利受到邀请 特着崭新西装 为一部推理剧露开常白 流动的水没有形状 漂流的风找不到踪迹 今天的舞台就是为在远离人烟的 这栋别墅 好了,毛利侠五郎告死 很好 大叔录制完毕 一套行云流水的发挥 惹得导演连连吹嘘 连柯南都找不到茶 只让他就是最后的wink有点多余 原来这部推理剧的开常白演员 因为感冒不能及时赶到 大叔是来救场的 这让导演感谢连连 知乎多亏毛利 这让毛利也一个得以忘形 提出客传正片他也可以 这个倒是不用了 导演表示 请别人费钱 请名侦探费命 还是一旁的一个男人说话之 阿黑是一位演员 担任剧里的侦探角色 看到真名侦探得以忘形 他也与今天拍的这集呢 角色除了死者和死者的夫人 还有 就只有他这个侦探 这五个角了 原来也是在拍三巡弋 意思是 就算是名侦探 也别想从中加戏 说着便用手中的高级煤油火镜 点了根烟 嘲弄的模样 热的一旁被Q的几位 十分不爽 大美是剧中女儿的扮演者 听眼他发出怒斥 你说谁风骚成性 我只是照这本眼 我的意思是 就是你演起来才有风骚的感觉 你说什么 淡定淡定 他可能再夸你演技好 放不着为这点事就杀人 接着管家角色的扮演者管说 也有点异见 你也不用说我垂垂老矣吧 我活到今年也不过刚满六十岁而已啊 确实 你看看隔壁五十二岁的阿力 对此阿黑倒颇有耐心 即使他确实没有在嘲弄管束的年纪 而是在阴扬他的演技 昏零以前还是红极一时的演员呢 演技居然比人先不行了 咪 这让另一位演员小管赶紧拍见消气 别生气别生气 不行就不行嘛 原来小管是管束的儿子 扮演被害者 这时导演询问死者夫人的扮演者 宇成小姐怎么还不来 这让小兰毛利很高兴 因为那可是稳作治愈系第一把交易的大棉女 宇成琉璃 结果导演更惊讶 原来点名要毛利来救场的就是她 还以为你们俩很熟呢 见状一旁的阿黑又开始揶揄 什么治愈系第一交易 我可不想被37岁的欧巴桑治愈 到此阿黑终于把同事疏落了个遍 而漫朝文武竟无一人敢杀人 而不是敢反驳 幸好这时 宇成琉璃姗姗来时 由于是女主 是大腕 她张口阴阳了回去 你这种落魄偶像 幼稚小鬼 哈哈哈哈 宇成琉璃没有继续说 因为她立刻被一个更有魅力的男人吸引了过去 只见大男女静止和毛利打起了招呼 接着就指着嘴角的一颗痣 让毛利拼命 毛利有点懵逼 懵逼间一个土土的眼镜萌美浮现眼前 原来宇成琉璃是毛利在高中时的老同学 小琉璃 当时她戴着厚厚的眼镜留着土土的发型 没想到摇身一变 改姓换造型 就变成了大美女 大明星 地单高中还真是人才废出 惊喜过后 毛利又很惊讶 老同学这么飘飘 怎么还没结婚啊 结果美女抛出暧昧回答 你这傻瓜 我当然是一直在单恋你才会看不上其他的男人了 小兰赶紧谦虚 您就别再开我爸爸的玩笑了 这让毛利当场断绝关系 这让小兰十分猙獰 我是她的女儿小兰 没想到宇成琉璃听言 却热情谈起了飞音里 原来她和飞音里是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同班的很熟的人 知智不解 这经验了一整个学生时代的大男女学霸 怎么就看上了毛利同学 八成婚了 不婚怎么给你生媳妇 真是得了便宜还骂人 不过我真没想到 当年那个风流成性的小五郎 会是赫赫有名的大侦探 变成了风流成性的大侦探 不冲突 一段旁若无阿黑的寒暄 上一旁的阿黑觉得顿时光环 黑黑的男人按下决定 是要在等下刷一波存在感 很快拍摄正式开始 扮演侦探的阿黑却突改台词 在本应该说出谜底的时刻 突然话风一转 把矛头对向了毛利小五郎 毛利先生 我看今天晚上就由你来揭开谜底吧 拿着剧本出题 真本事啊你 相信毛利的想拿你写剧本 阿黑追着现场 让毛利先说说 剧里的凶手为什么要给尸体盖桌布 毛利认为 因为凶手对死者爱恨交加 不忍心看尸体着凉 然而阿黑咄咄逼人 说旁边就有一件黑色西装 为什么非要用桌布盖呢 对此毛利解释 因为装布是灰色的 看起来比黑色的西装要保暖 这让柯南都无语了 毛利却扔鸟变薄 灰色确实乱活点 这让阿黑得意洋洋 压力深大 这下不仅丢自己脸 也是在丢朋友的脸 拿出真本事吗小五郎 阿黑口角穿风 颠火煽风 我看算了 这位大叔恐怕就这么点金了呀 你这是把毛利往顺利逼啊 幸好这时 不真 这干嘛是懂行的 以为把真用掉就不贵死了 柯南开始婉罪 抱歉 因为这种推理是在太小儿科了 一开始就没舍得用真 柯南解释 没用黑色的西装 而特地改用灰色的桌布 这是因为凶手潜意识地 想掩盖自己的喜好 请看现场的高尔夫球桶 可以看出黑色球杆又微微抽气 这说明凶手想用的是黑色球杆 但是最后特地改成了白色 从现场的装修风格也可以看出 凶手喜欢的是黑色 结论凶手就是 现场穿着一身黑色洋装的 死者的夫人 伴随着脚背传来的剧痛 大叔一个进行 便说过振振掌声 大家镜像发来赞态 好厉害 百文不如一见 小五郎 真正的侦探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看到身体都说话 身体忍不住说起了话 你动个什么劲 怕好 大美看不下去 赶紧关心 结果阿黑健壮 竟烟于大美刚甩了男友 就看上了小管 我忘了你是用过就丢的女人 这样大美一时欲色 被招道德瑕疵僵住了 于是管叔也看不下去了 丁其一力 结果阿黑一精准打击 我听说你现在晚上常常出去 约会你那个小情人 虽然我还不确定是谁 但是呢 阿黑意有所知 看向了语称流理 把所有人得罪了一遍后 阿黑就要回房休息 留下一片场不爽的凝食 凝食里有人敷起了杀鸡 毛里有点好奇 老同学为其解释 原来 这阿黑是头号赞助上的独生子 所以手里一把料 彻处养着代字禁足的嚣张 眼看气氛已至此 导演干脆让大家先休息半小时 转换转换心情 相信半小时之后 就是大家央眉吐气之时 趁休息 余生流理又给小兰 掏起了毛地和飞鹰里的过去 原来二人虽然现在吵个不停 吵到分居 但其实当年谈恋爱时 也非常合不来 甚至因为核包蛋 浇酱油还是酱而大吵 他们到底干嘛结婚啊 看着是 这个婚是非解不可吗 但琉璃的解释 其实有时候又意外的合呢 总之就是吵吵闹闹 特别傲娇 走到走廊尽头 和另一个走廊的拐角处时 正好遇到工作人员 从拐角的房间里出来 这让打头震的琉璃 突然想吓一跳 是雪 下雪了 琉璃表示她通过窗户 突然看到外面下雪了 于是提议 不如一起出去赏雪 休息时间还有五分钟呢 于是在琉璃监狱下 工作人员和死人一家 出门赏雪 赏着柯南却心不在焉 发现羽成琉璃不见了 幸好这时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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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受传来尖叫 众人闻声闯去 就见羽成琉璃 摊坐阿黑房中 手染鲜血 而阿黑倒在血泡 已经凉凉 来不及了 他的瞳孔已经放大了 虚假的被害者 真正的被害者 橫沟警官冒着大雪深夜赶到 由于没有光木小弟 他亲自报告暗星 出乎判断 阿黑是颈部破裂 导致的湿血身亡 想必是在沙发上睡觉时 不小心被人捅了一脖子 见状 河南指出 死完时间应该就是 发现失利前的二十分钟 因为那时 他们进来看了阿黑最后一眼 小蓝也寓意肯定 二人的出现 却让橫沟大吃一惊 又喜又惊 不子开始搜寻 那可口声音 啊哼 不 毛利先生啊 橫沟警官看到偶像 一下子恢复了松弛感 只有我们橫沟警官 从来不觉得毛利晦气 怪毛利带来不幸 反而每次都赋予全部信任 把大叔当男神 虽然偶尔会对发挥不出 感到失望 但幸好柯南总是及时给真 橫沟警官是真正的圣业份 橫沟先给性格迥异的弟弟 赔个不是 前阵子刚出场 闹了不少误会 以后多出场 你们就习惯了 接着热情跟时候的 语称流离问个好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哪 毛利夫人 毛利夫人还要几百集 才给你碰到呢 其实在一百集出头时 橫沟有个机会的 就是有氧潜水扇事件里 死神家整整几戏都来了一斗 可惜那天遇到的被害者 是青梅竹马 愣是只被杀了皮毛 都没轮到搜查一刻出场 场面一时有点尴尬 毛利还想趁机占个便宜 却惨被小兰遏制 橫沟这才发现 原来一千人是大明星 欲称流离 接着又发现 其他人也都很眼熟 虽然叫不出名 哎哟 也看过你 你我也看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是不是忘了地上的尸体 阿黑表示 你看我一眼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有尸体有此生 还问 班上 橫沟终于了解了情况 原来是拍杀人案时 出现了杀人 这个情节 还真有点像戏中戏一样 叫人听得一头雾水 这就一头雾水 橫沟表示 别看我脑袋上是一斗的珊瑚 脑子里还全是一斗的海水 案情还算一目了然 案发的20分钟内 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三两成队 唯一有不在场证明的 就只有当时独自在房间的 大美 管叔 小管 以及发现身体的欲成琉璃 对此一项琉璃解释 当时他看到下雪 就想叫阿黑也出来看看 然而一进门 就发现阿黑倒在了血液泊里 其中他以为是阿黑的恶泽菌 然而晃了几下后 便意识到是纯正的尸体 由于现场没有找到凶器 一把长达10公分的利刃 横沟警官宣布要进行搜身 让我一番搜寻后 每个人的身上和每个房间里 都没有找到想象中的凶器 而其他道具中 不论是各种菜刀 还是美工刀 则都没有炫液反应 横沟警官十分苦恼 可恶 明明都已经找到 行凶时使用的手套和外套了 淡淡淡 说明这个本来就很好找 没为多少气力 不需要什么能力 果然 手下表示 这些都是拍戏道具 现场的人都可以轻易拿到 案件一时陷入了瓶颈 这时一旁的毛里犯了阴影 科技打火筋很不给力 丧气之时 又遭到了老同学的唏嘘 居然对一个美女说 你都不抽烟的 看来非理思想 可能烟就多了 让大叔对美女们产生了梦境 女生琉璃小做提示 毛里这才想起 小琉璃的父亲从以前开始 就是父亲为名的烟烟之人 于是影响之下 家里人也都从来不碰烟 听烟 小管突然有所共情 原来他的父亲曾经是个老烟枪 但是生了他后 就彻底见了烟 就算有十拍戏所需 他们仨也会选择假抽 这让一旁一位抽烟者 有点不爽 大美一边抽 一边发起了噎语 就是你这么不专业 所以总是演配角 人家至少已经演上被害者 下次演什么都不敢想象 接着又总像小琉璃 说他虽然是主角 但不抽烟 多少是为了营造 治愈性美女的人设罢了 这么刻薄 你想拍连续上人案啊 卡顿顿的大美 撞着已经出现死者了 突然嚣张了起来 这让小管赶紧拍见消息 不抽烟就不抽烟吧 柯南明白了 阿黑说的没错 小管和大美确实是侵略 这么说来 唯一可能跟这个老人 幽贵的爱人就只生 镜头逐见 就叫毛利小怒狼 旁边的语称琉璃 一个大胆的猜测 在柯南心中生起 毛利这边 二人谈笑风生 气氛暧昧 这让管叔 突然叫毛利进一步说话 很快 雅叔来到一边 管叔突然口径逼人 管叔愤愤离续 留下的压迫感 让毛利不禁戏品 戏品中似曾消失 还是柯南勤劳 在毛利和北女谈笑风生 谈到被警告时 他已经带了个小手套 来翻片场的工具箱 客官表示 他想找找看 还有没有 可以用来切东西的工具 真委婉 明明是可以切阿黑的工具 这时 一个大叔发现 案发现场的地板上 竟然被人贴了个叉叉 啥 啥是叉叉 大叔耐心到来 原来叉叉就是在拍摄时 为了标进演员的走位 和道具的位置 特地在地板上 有胶带贴出的叉叉型记号 没想到案发现场也有 哎呀 既然现在戏也拍不成了 我就把它拆了算了 放着我来 客官表示 是让你乱动案发现场的东西 而且还是交代机 仅次于于县军 客官看着交代 感觉有点奇怪 中间有点突出 里面还黏着棉花 客官小秀一下 内可大吃一惊 瞳孔放大 天哪 我终于知道 凶器是什么东西了 眼下还需要找凶手 客官来到案发房间门口 想起琉璃小姐 曾突然提出看雪景 这属丝有点突兀 想着就看到毛利 出现在转角那边的走廊 同时毛利也看到了他 这让大叔冲了过来 一顿好找 想吹个柯南解压 幸好由于要鬼弯 柯南即使躲了起来 这一躲 柯南突然想通了什么 毛利这边 抓柯南失败的他 究竟还是来跟烟解压 可惜这么多警察 倒是没有一个人能借货 毛利拎机一栋 借了双手套 以帮忙证明 朝一雾伸出了魔罩 原来他看中了阿黑的 高级煤油火鸡 有的人虽然扔走了 但他留下的东西 还在发光发热 可惜不知是不是阿黑不同意 这上级他还使得挺好的火机 现在竟然打不出来了 毛利失望的警 却不知已经被一个鬼鬼祟的家伙 钉上了脖子 现在只要用麻醉枪 让说说睡着就行了 扑扑 柯南发了几层空腔 这才意识到 今天的针 已经被阿黑害得用掉了 没想到他这么调皮 还想再用一次 这可不幸用啊 柯南懵逼了 不是我说 弹道的问题攻克不了 就不能带两只表 说我指 在他懵逼的间隙 毛利也已经变了表情 柯南走了过来 想用提示的方式 我刚发现了一些 可能跟命案有关的线索哎 张二毛利直接无视了 说根本没必要听 这让老柯很费解 这招明明屡逝不爽 众子推动破案 亲子也能骗到各个地方 哎麻醉枪 画面一转 六大的毛利遇到了横沟警官 哎 你手上提示的东西是柯南吗 看来老柯提示失败了 在贝姐和红方眼中 都珍贵无比的柯南 在毛利一家手里 就是一塑料袋 横沟大喜过望 两眼放光立刻让偶像 叫出答案 但毛利表示 他还什么都不知道 只有柯南一只 失去麻醉箱的老柯 任人拿捏 然而横沟一走 毛利就变了神色 然后硬脸严肃的 要老同学语称琉璃 跟他进一步谈谈 这让柯南又喜又悲 大叔果然有在查案 可是却押错了人 看着大叔和琉璃小姐 去了房间 柯南心急如焚 别担心 也许你大叔不是去查案 可恶 只有找个东西砸叔叔的头 先把他打关再说 柯南恶像蛋鞭声 为了不枉死一个人 不惜打死一个人 柯南一边想 一边找雁慧庚 却没注意二人 已经进了房间 跟上去时 大叔已经翻锁了门 你把门锁上了 叫我怎么进去啊 你都起杀心了 人家关个门怎么了 柯南没有白说 房间里 雪景当前 氛围暧昧 孙男孙女 尚眼青彩 小五郎 你干嘛锁门呀 你该不会试一下 勾引我这老同学吧 成人组说话 就是这么直 幸好柯南会推力 意识到自己 将错过重要的巨星 于是抠下一个窃听器 开始窃听 台词果然露骨 难道说 你希望我去自首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对了 我的确希望能出面自首 剧情没有按想象中前进 这让柯南十分捉急 然而毛利突然话锋一转 不过 要向警方自首的人不是你 而是你想袒护他 那位管说先生 柯南大吃一惊 这答案竟和自己一致 要不是这道门 毛利险些王子 毛利倒来了推理 原来还记得走到管脚处时 琉璃曾突然提出看血 这是因为管脚处的门上 有一块镜子 当时宇生琉璃和柯南的人走到这 正好遇到几个工作人员 开门出来 小米当时 打开的门上 就照出了那边走廊上 正走出案发现场的凶手 管说 当时 管说花容实色 满脸写着出事了 于是宇生琉璃立刻以看血为由 震开了众人 毛利表示 他也是刚刚抓柯南时 发现这一点的 余生流底十分淡定 要是这么说 能倒是拿出凶器呀 警方可是至今没找到 那个十公分的刀子 可惜毛利兄有称书 其实大家都太执着于 长约十公分的利刃 这个形容词了 不过要一般人想象 凶手杀人用的 也许是一个 大约长两公分的小铁片 毕竟是太超出常理的一点 其实凶器就是美工刀 原来凶手杀完人后 就将美工刀 折胜了一段段小刀片 而那些刀片就藏在死者这个 没有打火精灵 柯南传来肯定 不得了 这才真让叔叔说中了 让恶流里仍要辩驳 说就算找到带血的刀片 也不能证明 那就是凶器嘛 也许他是阿黑凶脚用的 说他是凶器 你是不是还得找出一个 带血的刀柄呀 快摆驳他 这的也是好 原来大叔没有做好准备 就来开炫的 幸好这时 小蓝前来找柯南 柯南趁机出工 对了 小蓝姐姐我问你 你有没有口香糖 口香糖 如果你要提神醒脑的口香糖 爸爸有叮咛我要戴在身上了 提神醒脑 毛利还是很在意沉睡这件事的 毛利又被点到 胶带 毛利解释 凶手只要用胶带缠住刀柄 就可以避免刀柄沾血 事后只需换上备用刀片 放回工具箱 就能变回毫无阿黑血的 无辜美工刀 而沾血刀片就掰成小片 胶带则擦干净 贴在了现场的地板 毛利推测 案发现场的地板上 肯定还有 假装车记号的胶带叉叉 厉害的大叔 柯南从叉叉推胶带钻 你从胶带钻 推出有叉叉 然而这时 欲称刘里十分糊涂 竟然要挺过 推力很不错 但是按你这么说 杀人的也有可能是我呀 说我不是凶手 你倒是拿出证据呀 情况突然棘手 毛利知虎 刘里不会是凶手 但却没有证据 幸好这时 小兰姐姐 我问你哦 你告诉我 胸帚要怎么抓好吗 你问我从来没有用过 我当然不知道啦 不能问个别的 原来关键就在于 因为从来没用过 所以不知道 所以跟兄长没办冒钱关系 老柯想个盲区 竟然不是从小孩子的正气着手 而是从养性关系 是故意还是故意 听言 毛利问宇成琉璃 你说人是你杀的 那倒是说兄弟在打火机的哪里呀 宇成琉璃表示 应该是盖子里 然后盖子下空空如也 这样他枪颖欢喜 这 这不就证明了谁都没杀人 琉璃表示 这是一场意外 原来 由于宇成琉璃家里咽咽 从小不抽烟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 如何又没有打火机藏刀片 而曾经抽烟 后来借烟的管束 自然就懂 毛利解释 其实这种打火机 是既有里面的一团棉花 补充油气的 所以如果把棉花拿出来 就能形成一个小空间 当时他白嫖遗物 点烟没点成 就习惯性把外壳拆开看 结果就明白了一切 柯南围了下棉花 就明白了藏胸气的地方 也是这个原因 柯南表示 我已秒懂 原来洗衣机私底下 才是厌久度来 最后毛利还点出了 语称流理 包庇管束的原因 这样猜测二人 是情人的柯南 终于暴露了盲区 这是因为他 爱人 爱人 是你亲生父亲的关系 对不对 是这样吗 居然压人家是情人 一时间不知道 是毛利见识多 还是你见识的多 毛利表示 从凶器可以看出 没有一样东西 是提前准备的 这应该是一起 临时起印刷人 所以那团棉花 恐怕还站在 当叉叉的交代下 凶手没有机会回收 厉害了 这也在你的算机中 所以按这个思路 找到凶手指纹 是早晚的事 那是劝他自首吧 然而这时 语称流理一招 锁住了毛利 表示你说的没错 是生涯父亲 原来 管束是流理母亲 过去的恋人 二人分手后 母亲才发现 已经怀了小流理 然而那个时候 她已经和后来的丈夫 交往了好一会儿 幸好丈夫不计较 给谁当地不实力 后来 小流理在拍戏时 遇到了管束 管束大吃一惊 发现流理 跟其母亲一个母子 人家长了个母亲 一个母子 关你什么事 总之 二人就因此 揭开了这段过去 后来就私下里相认了 还时不时出来 适合办啥的 可是 一旦被人知道 她是资生女 她的家庭就会破裂 所以 大人黑在那英语时 怪叔就决定 让他病上罪 做父亲的 果然还是心疼女儿 他杀了阿黑 就是为了要保护我 还是那句话 为一个人杀人 这是生命无法承受的重力 对不是福特江 我干的不错吧 兄弟 都是为了你啊 兄弟 小流理 清楚了毛利 希望毛利不要多说 说出这对父女 来世不易的相聚 就当是给我这个老同学 一个面子 没有办法 正因为我们是旧事人 我更不能够 因为我们过去的交情 答应你这样的邀请 因为我实在不忍看到你 将来一辈子 都困在这种 悲伤的谎言里 跳脱不出来 毛利表示 违法犯罪 不要扯理哦 杀人就是杀人 这样流理 彻底服了 并感叹 实际上当时 管叔把毛利拉到了一边 坦明了自己是他父亲的身份 然而毛利表示 管叔嘴很严 并没有说 是态度把他出卖了 原来 管叔教训毛利的模样 跟当年毛利去非英里家 被未来老丈人教训时的状况 一名模一样 这句不提关系 却这句都在表明关系 这让流理笑叹口气 说那就都怪英里 你知道为什么那时候 我都戴着厚厚眼镜吗 因为近视 都是 那是为了吸引一个人的注意 因为我认为他喜欢的 一定是脑袋聪明的女孩 那你应该卷成绩啊 我戴厚眼镜 就不妨碍我不聪明 他以为大叔是成名后 才开始有艳遇 原来是一直不缺人性 柯南肃然其境 最后 怪叔自首了 毛利继续白烂 只有柯南知道 他深藏公女名 几天后 非英里和小兰 买衣服时 一回为了下 和毛利不对付的一生 并表示这种不对付 不是不小心 而是一种公益 他又不想别人看到 我们俩一样 这是印尿沾酱油 跟我区别 才会弄火中烧 那你们干嘛还要结婚呢 你可以跟习一集 一起讨论讨论 空城民客一大未解之谜 然后随后 英里却暴露了一个 和大叔臭味相同 而不是星星相应的神魅 你看这俩双手套 黑色好还是灰色好 我觉得黑色的 那有 明明是灰色的 会吗 因为这是老鼠灰啊 总觉得加了动物 来表现的颜色 戴起来比较温暖呢 诶 小兰会心一下 原来俩人 明明这种星星相应 所以你们俩为什么要结婚 这期说到这了 再见